今天下午国泰金控举行法说会 公布子公司国售每股隐含价值106.5元 比市场预期要好得多 不过在谈到房地产前景的时候 国泰金控总经理李长根却主张保守一点 3号下午国泰金控举办法人说明会 公布子公司国售每股隐含价值106.5元 突破百元大关 优于市场预期 同时国泰金第一季缴出不错的成绩单 包括银行手续费收入年增率达14.1% 产险的部分 签单保费的收入也有增长 市占率也成长到12.3% 稳坐市占率第二名 更重要的是国泰金控打算配发1.4元股利 主要考量是维持股利的稳定性 希望维持这样的股利水准 过去几年平均的都差不多 差不多 是比过去五年平均稍微多一点点 对 就是我们希望维持一定的股息配发 那这也是股东所期待的 我们觉得目前看起来各方面的预测 好像似乎下半年景气比今年上半年好 国泰人寿名下不动产 经过重新建价后 税后不动产增值1888亿元 不过谈到对于房地产景气的看法 国泰金控总经理李长庚 反倒认为应当保守 我是要求他们保守一点 因为我觉得不动产已经好这么多年 我们保守一点吧 法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 李长庚忽然主动提及 最近立委提议增加金融营业税 实在是不合理 你现在国家是没有在课金融营业税的 因为基本上营业税本身是属于 消费税的性质 金融交易并不是像买一瓶可乐 买这些衣服就消费了 这不是的 国泰金三号股价少涨0.15元 法说会释出的讯息 是否会让股民满意 股价将会说话 有点TV 陈希文 戴军颖 台北报道